盐在生活中妙用可多呢你有没有大材小用呢养花更茂盛水养植物放少量盐巴,可以使植物的花旗变得更长,长得更茂盛 烹饪防油飞溅油炸食物的时候放点盐到油锅里,不仅能防止油点飞溅,还能提香味道哦 去除残留农药洗水果的时候加点盐巴搓一搓,能去除残留在果皮上的农药 养鱼更长瘦在鱼缸里中,加一点点不含点的盐,可以让鱼活得更长久 煮面更精到煮面条的时候加点盐,面条煮出来更精豆 煮饺子不易破煮饺子的时候加点盐,饺子不容易破,晾凉的饺子不容易沾上 刷牙除菌刷牙的时候加一点盐在牙膏上 可以有效去除口腔内的细菌 洗衣不吞色新买的牛仔裤放在盐水里泡一泡,可以减少吞色 去除茶购玻璃杯里总有茶购 用点盐擦一擦,保证杯子焕然一新 清洁运斗在腊纸上撒上大量的盐,然后把热运斗放在腊纸上运一运,那些黏黏的东西就会掉下来了 快速冰镇饮料 咸饮料太热 放冰箱冷的太慢 别担心,只要在装冰块的桶里放点盐,再把饮料放桶里就OK了,很快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饮料了 清理摔碎的鸡蛋鸡蛋摔碎到地上,黏黏的,一不小心弄得到处都是,怎么办 在这堆烂摊子上撒上盐,等个十几分钟,就很好收拾了 清除锅底油渍在油渍上撒上盐,再加点水等个十分钟,油渍就很好清洗啦 清除毛巾梅子潮湿的天气,如果毛巾和衣服放久了不仅会有梅子,还会有销魂的梅味 把盐和柠檬汁掉成糊状擦拭污渍,在阳光下晾干 如果想要效果更好,最好再洗一次 自制通渠剂下水道又被堵住了 我们可以用盐来自制通渠剂,四分之一杯的小苏打和四分之一杯的盐混合 倒进水道口,再倒进半杯的白醋,等十五分钟,倒上一壶开水,搞定 记得戴手套 清洗葡萄酒渍在刚刚被红酒见到的地方撒上盐,等上五分钟 泼上冷水擦拭,直到酒渍消失 清洁脏兮兮的海绵刚洗干净了锅,却发现锅里的脏东西都跑到了洗碗海绵上去了 没关系,盐和水按照两杯水加四分之一杯盐的比例混合,把海绵浸泡一晚,第二天就干净了 清洁砧砧砧砧不能放进洗碗机里洗,但是你可以用热水,盐和柠檬汁来消毒,效果棒棒哒 清洁停工降下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